由外交部跟国家地语频道共同合作的 绽放整台湾终极英雄空中救援系列纪录片 将在12号的晚间10点全球首播 摄影团队历经千辛万苦 全程记录下台中空情总队搜救人员的知情实况 不论是各种艰困的环境都能够排除万难 完成各种空中救援的任务 黑鹰直升机盘旋海上准备执行吊挂任务 扑到汹涌的浪潮整天不少救援难度 此外就连森林火灾 机主人员也都得吊挂起两吨重的水袋 在高山里执行灭火勤务 每一次的出勤对于空情救难人员来说都是一大考验 空中救援其实就是看天吃饭 当我们在救援的时候我们会判断天气 所以说在天气不允许的状况下 我们其实是不会贸然起飞的 那我们会起飞都是会经过很精密的评估 来做这个任务才能够安全的达成任务 我们吊挂放下去之后在回收过程当中 都会因为外界的气流 山坡上的下降气流 会让我们的吊挂做摆档 所以在这个摆档当中 我飞行人又必须要能够克服 不要让这个患者能够撞到东西 由外交部与国家地理频道合作的 绽放真台湾终极英雄空中救援系列纪录片 摄影团队历经千辛万苦 全程记录下台中空情总队搜救人员的执行实况 而首映记者会上 一位曾经在深山受困的民众 也特别献身向搜救人员致上最高的敬意 当天空划破那个声音的时候 我知道我有救了 我也知道我可以回家 我也知道我可以活下来 所以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感恩空情总队 他们给了我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最感动的就是说 他们当能够把一个任务能够完成 然后把人员救回来的时候 他们那种喜悦的心情 我可以感受到 我可以感同身受 那如果说真正任务 因为有些在山上或是海上 这个可能是一个大体 他们也可以很从容不迫的把大体运回来 其实他们的专业跟这个尽心尽力 是很令人佩服的 透过镜头贴身记录下 让人看到这群空中英雄不为困难 在各种危险的环境当中 完成许多艰辛任务 而完整的内容 也将在12号晚间10点全球首播 介绍伯瀚台中采文报导 我们下期待会儿的内容 感谢观看